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元围棋频道 我是吴新宇 本期的屠龙记忆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一下 第21届富士通碑八强战 李士时和古利的对局 李士时和古利呢 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两位棋手 两个人的棋风也接近 都是属于战斗型的选手 两个人相遇 必定会插出火花 在这盘对局之前 两个人已经交手了12次 12次就是说 双方是6比6打平 那么新的对局开始 谁能占据先机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盘棋 现在呢黑棋冲出来 目前的情况呢就是白棋 大家可以看见 这块棋呢明显的是比较弱的棋 比较弱的棋 那么从正常的思路来说呢 白棋呢一般呢都是在中间呢补一手 比如说这样飞一个或者说是跳一个等等呢补一手 这样呢是比较这个正常的下方 但是呢李适时呢却这个见走偏锋 他认为呢就是说 右边啊这个张这个实地啊非常的大 大约有这个二十多木齐这个的出入 因为张了以后呢 其实接下来还有拖 这个木树啊非常大 他认为不抢这个木树啊 这个棋啊不乐观啊 不乐观 但是事后来看的这个棋呢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过分 不过呢 被白棋抢账到这个张啊 受了一个很大的关子以后呢 白棋的木树啊 现在呢在拳盘来说呢是有优势 那么黑棋啊 势必呢肯定是要来攻击这一块白棋 势必要攻击 那么我们看看古力啊 是怎么来攻击的 嗯 黑棋先打车啊 嗯 问白棋的态度 这个呢白棋呢 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双一个啊 如果沾上啊 虽然能在上面啊 留有一个结的味道 但是呢 中间出头呢会比较困难 以后黑棋一点 由于这个地方会多吃一个挤的先手啊 这个出头呢会比较困难 那么上面虽然有个打结 看看 但是呢这个结呢实在是呢 过于勉强啊 就是说 这个搬 虽然能够打结 但是黑的呢不会急着给你开 它会搬 你这样可以做个打结货 但是呢 嗯 这个 这样做的话呢 黑棋这个结呢太轻 黑棋这个结太轻 白棋呢 还是不太行 所以上面这个结 白棋是不能指望的 那么呢 还是中间这个头为要紧 所以白棋还是选择了双 然后呢 黑棋再点 从这一点上去呢 我们可以看出 这块棋呢 其实是 这个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不过李四时 他既然敢抢这个 肯定也看到了黑棋的攻击手段 他呢 也自有他的这个方法 那么我搬 搬出来 反击 黑棋 现在当然不能断 如果断了 白棋呢 可以 这个 顶住 这个白棋可以顺势 把头走上 你拐 它不一定 白棋还不一定脏 脏了的话呢 黑棋还可以拐过来 白棋 甚至还可以压过去 再抢个头 如果你脏上 如果你退 那么我再脏上 这个锄头就很唱了 如果你断 那么 白棋呢 把刺 可以通过气质 在外面呢 获取外食 这个呢 黑棋虽然吃掉了这一点尾巴 但是呢 得不偿失 这个黑棋呢 不能这么下 那么 现在呢 黑棋 在白棋搬的时候呢 黑棋罩住 跳架 依然呢 保持着 对这个 白棋的攻击 整体的攻击 接下来白棋压 它没有直接粘 这个粘了被黑棋一退 这个黑棋形状还是很好 你这个斑呢 没起到任何作用 所以 白棋先压 这时候呢 黑棋退 这个非常冷静 也是这个 后发制人的好手 在这个地方呢 黑棋虽然可以比较明显的 并一下 但是呢 即算是白棋张上 你斑 这个看上去呢 很舒服 让白棋呢 是 非常的难受 但是呢 白棋就算 弯出去 黑棋啊 并没有 好的 这个后续手段 这个后续手段 所以说我们攻击的节奏啊 有时候要掌握好 虽然一通猛攻 很舒服 把白棋走得很难看 但是呢 突然到了这呢 你并没有什么后续手段 你这个飞也不行 它可以贴出去 你怎么 而且它这个 只要一拐刀之后呢 还会产生这个打呲啊 这些一些鱼味 所以说呢 这个 该冷静的时候呢 还是要冷静 这个呢 时候呢 黑棋冷静的退 冷静的退 那么 接下来呢 白棋 挖 挖章 白棋 挖章的目的就是说呢 考验一下 考验一下这个 黑棋 在这里的印法 所以不是要断吃你吗 考验一下你的印法 如果你不断 那么以后呢 它就留有啊 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打劫的手段 而且打死的这个联班 打劫的手段 虽然呢 说是打劫呢 不太好 但是呢 它先留个后路 以后呢 万一啊 有可能呢 会形成这个 结真 那万一有可能会形成 同时呢 就是说呢 在这里啊 也给自己留下这个眼味 因为你不挖章 由于黑棋这个提示先手的话呢 这里呢 白棋就不容易施张手段 那么对此呢 黑棋呢 也印得很强烈 这里是有个断点 虽然有个断点啊 但是呢 它不一定非要补在这 黑棋现在是扎钉 啊 补在这里 你从这里断 我可以跳回去 那么扎钉的好处呢 就是比这个贴在这的这个单关 明显呢 就要强得多 第一呢 对白棋这些的眼味 产生了威胁 产生了威胁 那么 第二呢 就是说呢 有了这个利益以后 对白棋的这个脚 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也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白棋 压贴完 把这个挖脏掉 都走完 那么中间 总 白棋呢 总还是要这个出牌的 总是要出牌 你总得在中间走棋了 中间走棋呢 首先就是呢 这个章呢 不太啃 是吧 这个章是不太啃 不太啃的 和它这个交换 那么白棋呢 现在有两种下方 一种呢 是靠 一般来说 这个靠一下 是这个形状 但是呢 这个靠 在当前的局面下呢 白棋 还是不太满意 白棋 也不太满意 那么 靠的话呢 黑棋呢 会脏 会脏 白棋脏 虽然出头 看上去舒服了一些 但是黑棋多了个脏呢 外面呢 自然也厚了一些 然后呢 黑棋架 看一下 白棋啊 依然非常的苦 接下来白棋啊 是可以做活的啊 比如说 在这里装 是可以做活的 但是呢 这样做活的话 把黑棋 这个外围这一排 走得这么铁厚啊 自己只是在夹缝中间 做出了两个眼 这个呢 白棋呢 不太满意 因为在这里 还要多损好几下 还要多损好几下 才能做活 所以白棋呢 对这个结果啊 他并不呢 感到满意 所以他实在呢 考虑了一半天呢 还是选择呢 就是说呢 直接活 直接活呢 就是呢 更好 他觉得直接活呢 更好 做冲 断啊 他这呢 就是说呢 不想再往外面跑了啊 争取 在这里 把这个野呢 做出来 然后呢 黑棋吃啊 白棋站 黑棋打吃 白棋提 这个呢 白棋呢 看上去 虽然委屈 虽然委屈 但是呢 他觉得 只要人在中间 快点 马上两个眼 就可以了啊 普通的下法呢 当然是 黑棋张上 白棋 做两个眼 白棋呢 虽然委屈 但是 毕竟呢 活干净了 活干净了 黑棋外面 虽然厚呢 但是 白棋在这之前 毕竟呢 已经狠狠地 捞了一票 那这样的话呢 由于白棋不用 跟刚才一样 不用在中间呢 做过多的损的交换 白棋呢 还是可以接受的 还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也是众所周知啊 这个 鼓励的这个棋风啊 也是非常的凶悍 特别呢 是以这个攻击建长 以攻击建长 如果啊 对方有孤其 啊 在我的这个攻击之下呢 他 肯定不会让你啊 怎么想象的 这么轻松的 就做活 而且特别是在这个 富士东杯 这个比赛中啊 中国的棋手的成绩呢 一直不佳啊 李世实啊 都在作为这盘 呃 队局出场呢 也是以未免冠军的身份呢 来出场 中国要想在这个富士通上面啊 取得好的成绩 那么 李世实啊 这个眼中钉 必须呢 给他拔掉 那么 鼓励啊 接下来又是怎么攻击的呢 我们来看看 白棋提啊 白棋的理想呢 是黑棋张上 但是啊 作为这个 我们的攻击手来说 鼓励是绝对呢 是不会干的啊 不会干的 顶 这个出自于鼓励之手呢 我觉得呢 呃 大家应该 不会感到奇怪啊 因为应该不会感到奇怪 这个狠 就是要 灭掉你的眼 不能让你呢 轻松作活 那么 现在呢 白棋叫车啊 叫车 白棋的路啊 已经呢 很窄了 只有从这里冲出来啊 白棋的路很窄 没什么好想的 但往往有时候啊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嗯 它没什么路好 你只有一条路 它反而轻松啊 所以对局的一方呢 如果我作为白棋来说啊 这个下起来很轻松 反过直接走这个 冲出来 虽然苦一点 管它什么样 我先冲出来再说 先冲出来再说 那么 那么作为攻击一方来说 黑的一方来说 虽然目前是占据主动 但反而呢 有些头疼 为什么 可选择的下法呢 太多 啊 可选择的这个下法太多 嗯 但是又没有明确的 获胜的这个途径 反而呢 就是说呢 容易出错 容易出错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呃 有一个非常就是诱惑啊 或者说是非常诱惑的这个图啊 摆在这个面前啊 摆在这个面前 那么 就是说呢 诶 这个霞凤中啊 很想啊 大家可能 看了这个旗游也是第一个 哎呀 我很想把这个 这一照 嗯 那白棋从这里能装得出去吗 是吧 很想 这么 走一个 但是呢 实际上呢 这个呢 不一定能够成立 首先大家需要注意一点啊 需要注意一点 白棋看上去很苦 但是实际上呢 白棋在上面 它是有一个眼味的 啊 它有一个眼味的 就白棋最简单的 靠啊 这个它是有个眼味的 它按藏着一个眼味 你这个得补这个断点啊 得补这个打吃 那么 白棋在打吃 啊 沾上 这个都走掉 白棋在这里是暗藏的一个 一个后手掩 啊 一个后手掩 等于白棋这么走的话 你黑棋 以后要杀他必须呢 吃在这里 啊 也就是说这个气啊 黑棋其实自己是紧的 那么能看到这个呢 就可能觉得后呢 这个是会有危险 啊 因为你 现在跳的话啊 白棋这些可以长时不交换 保留味道啊 它还要可以保留 从这个吃 先手断开你的这个味道 然后呢 它再从这里冲 啊 从这里冲 那么 你 就拐这个 它再断 你这个得拐 那么 它甚至这个贴啊 都有先手味道 它先吃 这样呢 这个 黑棋啊 并不好 这个 杀白棋 它根据情况 跳 也可以 就是说这个贴 你要杀他的话呢 它是先手 它呢 可以跳出来 啊 你这个也不好 继续 杀他 不行呢 它贴这个呢 也可以考虑啊 贴完以后 总之来说呢 由于它上面 已经等于有个眼 这个眼和这个眼 它两个必得棋 白棋实际上呢 已经有了一只眼 然后呢 再在这边 来寻求眼位呢 这个黑棋啊 攻击太猛 啊 并不容易呢 把白棋杀掉 这个实际上呢 是杀不掉的啊 这个 诱惑啊 是非常大的 诱惑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这里呢 也不能这个 轻举妄动 轻举妄动 然后呢 黑棋在这里 冷静 先打吃 先打吃 一 这个打吃呢 非常厚实 白棋呢 肯定不敢跑 现在可能 虽然呢 真不死这个 白棋 但是呢 白棋肯定不敢跑 第二点呢 这个打吃了以后呢 下一步 就可以吃进去了 是吧 可以吃进去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也呢 也在灭白棋的眼位 白棋虽然啊 这里有出头的机会 但是呢 这个 整体来说呢 是只有一个眼位 只有一个 那么白棋在飞 在这一通里面呢 黑棋的攻击 可以说是采取了 一系列直线的攻击 直线的攻击 在这一黑棋 猛烈的直线的攻击之下呢 白棋啊 这个相对还是比较难背 虽然是逃出来了 但是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效率 几乎呢 全部都是单观 其实 在这个一通重拳之下 李四十呢 虽然没有倒下 但是呢 效率呢 不能说很高 如果说 前面是黑棋 是这个直线攻击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现在呢 就是说 由于 这白棋出头了 头呢 比较畅了 你要是 一下子呢 封不住白棋 那么呢 接下来黑棋采取了我们常用的攻击第二式 攻击第二式呢 就是 残扰攻击 又不是 靠 这个是我们也是常用的 这个大家 鼓励在这就可以当做一个教科书一样 给大家讲解 这个不同的攻击方法 这个先 猛攻 直线攻击 把别人眼外 破坏掉 棋子的效率降低 那么呢 再采取这个深冬击西的战术 这一靠 由于这块棋啊 这个是 依然是 没有活 依然是没有活 那么呢 呃 白棋 这个 在这里 不敢轻举万动 这里没法跟黑棋作战 你搬黑棋就搬啊 这个你 你再怎么作战呢 随时随地啊 由于这里 残留的这个 这个余味 所以说呢 这个 白棋啊 还是不行 那么 如果就是说 想避免这些余味 只能是退一个 但本身 这个退呢 就是说呢 也是有这个 呃 退让的意思 呃 退让的意思 本身局部呢 就可能有点这个 烧亏 但多了这一个子以后 黑棋再过来 进行攻击的时候呢 呃 这个白棋啊 还是呢 有一定的风险 白棋呢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呢 这个棋啊 你只是看了以后呢 不可能呢 在这里呢 继续被黑棋 便宜 决定呢 先飞 先想呢 在这里便宜一下 便宜一下 然后呢 再决定这里的下法 啊 呃 如果这里便宜到了 我这里出头唱了 眼位足了 啊 眼位足了以后呢 这个 呃 我呢 再决定啊 我这里呢 是不是 进行反击 啊 还是推荡 等等 这个白棋呢 他有选择 黑棋如果只是简单的啊 印一个 那么白棋呢 这两下交换到了 怎么都便宜了 在这里 他就有可能进行 把进行反击啊 这个甚至于这样 把进行反击啊 不要小看这一个交换啊 这个很有可能呢 呃 在这边作战中 会起到这个 决定性的作用 怎么 不管怎么样 这个白棋在外面 黑棋在里面 白棋呢 他总是便宜的 所以 对于这个挑衅啊 这个黑棋呢 也是给予这个 嗯 强烈的反击 好 搬 要搬出来 白棋呢 呃 这个子 当然他不能轻易死 他不能轻易死 要断啊 都不能拐 这个子 要是 只是退战了 那个就白点 这个黑棋呢 可以抢账别的去 那么势必呢 就要断 断的时候呢 呃 是黑棋 啊 虽然说呢 有这个眼见的 这个好的招法啊 眼见的这一压 但是呢 这个 不能冲动 啊 不能冲动 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 压 表面上看起来很 但是呢 黑棋这个自身啊 它有弱点 就是说呢 由于这个地 这里啊 白棋还保留着一些线索啊 保留着一些线索 这个隐藏着啊 白棋可以找人不走 那么呢 扭了这个以后呢 这一拐啊 这块黑棋啊 出不去 这个出不去 白棋有这个强烈的反击手段 你如果虎 那么我就冲啊 这样 白棋啊 还可以打吃 这样 黑棋明显不行 它拐式线手 拐完以后 一扳就过了 这个呢 黑棋明显不行 那么 黑棋不虎 只能冲的话呢 那么白棋 再一冲 啊 这个地方有个尺 注意啊 它可以先扳一下 然后呢 粘上 这里要加湿 这里要 断吃 这个呢 黑棋呢 也是不行 也就是说 被白棋这一拐头啊 黑棋呢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么呢 嗯 所以看似啊 在这个 黑棋的势力范围之内 啊 黑棋的势力范围之内 呃 有很愉快的手段 但是呢 实际上呢 白棋呢 暗藏着 非常严厉的反击啊 这也是我们这个理事师啊 经常就是说 阴着对方的 找法 如果你一个不小心 你就呢 有可能呢 陷入这万劫不复的境地 对此呢 鼓励呢 也看得很清楚 他贴一个 嗯 贴一个 那么 有些观众会说 那干嘛不直接贴 我干嘛去断一下呢 去搬一下呢 其实这搬一下呢 它并不是坏啊 搬 如果你直接走这个 白棋有可能走 现在你搬一下 虽然损了一点 但是确保呢 这个白棋呢 不敢脱鲜 他脱鲜的话 在鲜索这么一吃 这个白棋可能受不了 所以白棋呢 势必就要补啊 势必就要吃 拐吃这个 拐吃这个以后呢 白棋虽然暂时在这里 得到了安定 暂时呢 在这里呢 黑棋呢 似乎没有好的攻击方法 但是呢 黑棋毕竟是抢到了先手 是吧 帮助 获得了呢 这个巨大的利益 获得了这个巨大的利益 那么我们经常说的是 公鸡得利 是吧 公鸡得利 公鸡啊 有时候老师也教你 公鸡并不是为了来 杀棋的 公鸡是来获利的 那么能够在这里 连走两手 可以说呢 黑棋呢 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呢 也可以说呢 能够挽回当初白棋 沾上这个的损失 白棋沾上这个损失 那么呢 这个公鸡呢 完全呢 就可以说呢 是成功了 攻击对方这个大龙 成功了 那么搬下去以后啊 黑棋获利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呢 我们说 暂时攻击不了白棋 但是白棋这个 这条大龙 它并没有 完全的 作火 是吧 并还没有完全明确的两个影 我们上面 就算它有一个影 那么这个 吃掉这个子 并不能说它呢 完全有一个影 因为这个地方 随时 可以跑 跑出来 你还没有 吃干净 以后啊 我就是说 即使被你吃了 你是不是啊 这个子 吃掉的这个子 是不是一个影 它呢 还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呢 整块白棋大龙 啊 还是呢 要被 有可能要被黑棋 有被黑棋呢 攻击的可能性 可能性 咱们 俗话说 这个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尽管 白棋啊 李世词呢 付出了不少 这个代价 但是呢 大龙呢 还依然呢 还没有明确的两个影 那么接下来 李世词啊 到底是 接着逃大龙 还是继续呢 抢战实地 跟黑棋呢 抗衡呢 那么 这番期呢 我们下期啊 再给大家呢 继续讲解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